刘家昌探李敖此事看淡生死,不利遗嘱家产权捐。 刘家昌与刘子谦在记者会近视前嫌,解开误会。 图记者陈铭安设,20101802.28 刘家昌在华语乐坛及电影界占有一席之地, 之前和前妻珍珍为争产互告闹上媒体榜面, 儿子刘子谦也连带受到影响,日前父子已经解开误会和好。 77岁的他,感叹老友李敖慈氏,称已看淡生死,并表示不利遗嘱,要把所有钱都捐出去。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,刘家昌感叹老友李敖慈氏,表示已看淡生死,受到邵义夫及王永庆影响投身公益的他, 悟出人死了什么都带不走,所以他不利遗嘱,为了怕后人争家产,决定把所有钱捐出去。 提到死后的埋葬方式,他笑说,不花一块钱,用最简单的方式就好。 研谈间透露出对生死豁达的态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